五安你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先來看到颱風動態了 我們先來關心的是 現在在太平洋上面是相當熱鬧 因為一共有三個熱帶系統在共舞 那麼先是看到的是 今年第16號颱風 諾盧 目前已經登陸到中南半島了 對我們的天氣來說 是不會造成太多的影響 而另外在東方海面上 還有今年第17號颱風 叫做酷拉 那因為它跟台灣距離是相當的遙遠 所以對我們來說 也不會造成任何的威脅 而今天早上呢 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已經生成 預計接下來它是會朝著日本的 南方海面來移動 最快在24小時內 就會正式的生成颱風 不過因為整體的大環境 其實是不利於它發展 所以預計就算它形成颱風之後 整體的強度也不會太強 那麼因為它的移動路徑 還有跟台灣的距離看起來呢 對我們的天氣也不會有影響 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些 主要會影響到我們天氣的 就還是熱帶性低氣壓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台灣周邊的水氣有稍微減少一些 不過今天整體的大環境風向呢 是吹偏東風 所以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一整天都會有一些不定時 零零星星的雨勢出現 其他地區上半天也大多是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不過到了下午呢 受到了熱力作用的影響之下 在山區還有中南部靠近山區的平地 就會下起雷震雨了 所以提醒呢 今天在東部還有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外出記得帶傘 到了晚上整體的雨勢會明顯的下降 那麼溫度方面呢 今天各地是溫暖 而且紫外線偏強 西半部地區白天高溫落在32到34度左右 至於東半部比較涼一些 大約是在30到31度 至於各地清晨夜間低溫 則是在23到25度中間 整體的日夜溫差比較大 請大家多加留意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的是北部地區 基隆28到30度 台北28到33度 新北29到34度 桃園29到34度 新竹苗栗大約在29到33度之間 中部地區 台中30到33度 彰化30到32度 南投30到33度 雲林嘉義最高來到33度 各地上半天 大多是晴道多雲的好天氣 南部地區 台南29到31度 高熟30到32度 屏東29到33度 山區要留意 會有午後雷雨發生 東部地區 宜蘭28到31度 花蓮28到31度 台東28到31度 整天可能會有一些 零零星星的雨勢出現 外島地區 蓮家27到29度 金門28到32度 澎湖28到31度 白天也都是晴道多雲的天氣型態 最後小弟您再次提醒大家的是 第一個是夜溫差稍大了 就要留意變化 那麼東半部 今天可能都會有些零星短暫鎮雨 而中南部跟山區 則是午後會有雷鎮雨出現 外出記得帶傘備用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